Fimura是現在市場上比較多新手使用的剪輯軟體之一 在最新的Fimura 13裡面加入了很多的AI功能 使得整個的剪輯流程變得更加高效還有簡單 這期影片會帶你全面的去了解最新的Fimura 13 帶你從零開始去使用Fimura去剪輯影片 你會發現剪輯影片原來可以如此容易 嗨我是 Grayson 這頻道就是分享關於YouTube頻道運 流量變現以及網絡出來內容 我每週分享三部影片需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是影片剪輯新手 你可以通過影片下方鏈接去免費領取高效影片剪輯攻略 這份攻略裡面會告訴你非常多實用簡單的方法 去提升你整體影片剪輯效率 你可以通過影片下方鏈接去進入到Fimura的官網上面 那麼Fimura它是能夠去讓你免費的使用的 並且這個時間是可以無限的 但是免費的版本如果你導出影片的時候 會帶有Fimura的剪輯印 並且免費的版本 它的有些功能是沒有辦法使用的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 如果你看完這期影片之後 你覺得Fimura比較適合你 你可以去免費的下載來使用一下 去嘗試一下裡面的各種功能 如果最後真的決定了去使用Fimura再進行付費 那現在我就打開了Fimura了 這上面會有一些Fimura的功能 包括它的一些AI的功能 這期影片會是Fimura的新手教程 所以我們就專注在使用Fimura去剪輯影片上面 這上面會有一個縱橫比 就是來挑選一下 你影片到底是怎樣的強款比 一般來說 YouTube影片它就16比9的 我想做的短視頻就數頻格式的 你就可以選擇9比16 其他還有一些比例 你可以自由選擇 然後就可以選擇這個新專案了 這裡面你可以看到 我的介面是中文版本的 Fimura它只是中文版本的 如果是Mac電腦就會跟隨你的系統語言 如果你系統語言本身就中文的 那麼它就會變成中文 如果是英文的就會顯示英文 如果是Windows電腦 你可以選擇Fimura的標誌 這邊有個P號設定 在P號設定裡面 你可以找到語言設計 就可以設定你喜歡的語言了 那麼我來簡單介紹一下Fimura的剪輯介面 它的剪輯介面主要會分為四個區域 這上面會顯示出不同的功能 左邊也是會有不同的工具功能 然後這邊你可以導入你的素材 這裡也可以顯示的素材 在右邊這個位置 就是能夠去預覽你的素材的 然後在底下就是你的剪輯區 你主要的剪輯操作都在這裡面的 然後在右邊大會可以看到 它除了是一些簡單的信息資料 同時也可以讓你去調整你的參數 那麼現在我就可以導入我的素材了 你可以選擇導入 比如說可以選在這邊 去導入預覽素材 選這邊打開 然後它會問你是否要創建代理文檔 那麼對於一些比較大容量的文件 它會推薦給你去使用代理文檔 這樣就能夠保證你剪輯的速度 但是如果你文檔是一般大小的 那麼就不需要去創建一個代理文件了 這裡就可以看到 我就加入了一段影片素材 或者我們可以使用另外一個方法 直接脫露 比如說可以脫露這兩段素材 像這裡可以看到 我就脫露這段素材了 如果想要脫露圖片也是一樣的 你可以看到 像我就加入了圖片還有影片素材 所有的文檔都會顯在這裡面 如果說你想單獨顯示圖片 或者影片文檔 你可以選擇這個過濾器 這邊就可以讓你選擇 是否要單獨顯示影片 音頻 圖片 字幕 或者是負荷短片 都是可以的 這樣就可以把影片 就加入到我剪輯區裡面了 我可以直接拖動 這邊告訴你 你原始影片的解析度 或者幀率 和當前專案的設計是不匹配的 那麼你是否要選擇改變參數 進行匹配 這邊的話我就選擇匹配媒體 在我們剪輯影片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時不時的 就要保存一次我們的文檔 這樣可以及時更新我們剪輯的進度 想要去保存文檔 你可以選擇檔案 在這邊選擇保存專案 選擇一個文件夾 選擇文檔名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可以開始去剪輯影片了 一開始的話 我們需要去進行初剪 也就是把不需要的內容全部剪輸掉 這裡我告訴大家一個小技巧 就是你可以參考一下 影片裡面的音頻播文 去進行快速的剪輯 比如說在這前面 我都是沒有說話的 所以我就能夠判斷 這是我不需要的內容 這裡使用Firmware剪輯的時候 會有兩種方式 你可以把你的鼠標移動到這前面 然後對待進拖拉 拖到這裡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前面的那一段扣滿的部分就沒有了 然後這後面一段也是一樣 我沒有說話了 我把它移動到片尾 還是一樣拖拉 就可以看到後面的這一段也是沒有的 那如果說你想要剪輯影片中間的片段怎麼辦呢 那麼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選擇這個剪刀的標誌 它的快捷鍵是B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就創建一個切割點 然後再移動這時間軸 移動到這邊 這個時間點往後我是開始說話的 所以這中間的片段我可以剪除掉 我就需要在這邊再創建一個時間點 才選擇剪刀的標誌 就可以看到這一段就被剪出來了 然後你可以按住鍵盤上面Delete 這樣那一段就剪除掉了 如果說你剪錯了想返回上一步 你可以使用快捷鍵 蘋果電腦按住Command Windows電腦按住Control 然後加上Z 你就可以看到剛才的這一段就被剪除掉了 在我們幾年的時候 一定要技術時不時的就要按住快捷鍵 Command或者Control加S 這樣的話就能夠保存我們文檔了 剛才那兩種形式就是能夠幫助我們去 快速的剪除掉不需要的部分了 我們是可以加入其他的影片素材的 也就是我們BRAW素材 我現在這個畫面是我影片的主畫面 通常叫做ARAW 那麼如果在這畫面上面再添加一個影片素材 那麼它就叫BRAW 這邊你可以看到 我已經導入了兩段BRAW影片素材 或者在Firmware裡面 它是有個內建的素材庫的 在這裡面也是會有很多的影片素材的 在左邊會有不同的選項分類你可以選擇 比如說這邊也有風景 你就可以看到 在這邊會有非常多風景的影片素材你可以選擇 像天津的話你可以選這個下載 這個時候你可以在右邊預覽一下這個風景的影片 然後可以直接脫露 像你可以看到 在這邊我就脫露了這段影片素材了 像我的影片就有兩層 第一層是我主畫面 第二層就是這個素材畫面 那麼當我時間軸移動到這邊的時候 就會開始顯示這個素材畫面了 然後通過之後就會顯示我原本的畫面 對於這個畫面來說 它的本身的長度就是這麼長 你是不能再把它拉長的 但是你可以縮短 比如說你可以縮短到這麼短 那麼在它播放結束之後 就會恢復到語言的畫面上面了 然後你可以往右移再恢復到它最原本的長度 對於這個素材畫面 你在右邊是可以做出一些參數調整的 比如說對它進行縮放 變大或者變小都是可以的 或者是你可以調節它不透明度 然後對它進行翻轉 這些都是能夠讓你去使用的 這邊我再加入一段影片素材 你可以看到這段影片素材它就比較長了 這個時候我可以選擇去讓它進行加速 我可以右機 這邊可以選擇速度 這邊可以選擇常規變速 然後在右邊你可以找到這個速度選項 你可以往右移就加速 往左移就減速 比如說我把它調整到3倍的速度 這邊可以來看一下 就可以看到它的速度非常快了 然後在素材上面也是能夠再添加圖片的 我把它再拖動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我就添加一張圖片了 然後也是可以調整它說放的 然後變大 這底下的參數也是和影片一樣的 你可以對它進行旋轉 或者是調節它透明度混合模式 比如說你可以嘗試一下不同的混合模式 去看一下整體畫面的感覺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遮罩 這邊會有一些固定圖形 比如說可以選方形 你就可以看到 它就被一個方形遮住了 或者是一個橢圓形 然後你可以調整一下 去顯示數女小距遮罩的部分 或者是一個星形也可以 能夠讓你畫面有個不一樣的效果 在Ferone裡面也是能夠去加入音頻的 但是我不建議大家就使用Ferone裡面的音樂 去加入到你YouTube影片裡面 因為YouTube它對音樂的審核是非常嚴格的 暫時不能夠保證 Ferone的音樂是不會收到YouTube版權警告的 我個人建議大家去使用專門的音樂平台 比如說我使用的就是Alice 它裡面的音樂是完全能夠讓你在YouTube上面使用的 不會收到版權警告 但是Ferone裡面的音效 我個人認為還是能夠使用的 這裡面也會有不同類別的音效你可以選擇 現在我導入一段Alice裡面的音樂 我可以直接拖動到我剪輯區裡面 像我在我影片裡面就交流一段音樂了 如果想要調整一下音樂的音量 有個最快速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把你的鼠標移動到這中線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會變成一個手的標誌 你往下移就會降低它的音量 往上移就會增加它的音量 這個時候你可以再去聽一下 去感受一下音樂的音量就可以了 然後在右邊會有更加詳細的音量的條件 比如說你可以調整一下音量的平衡 淡路淡出音頻閃避等等 這些都是能夠去調整的 再往右一個功能就是標題 也就是可以讓你去添加文字 在Ferone裡面會有非常多現成的標題模板 你可以直接套用 在左邊會有不同的分類你可以選擇 假如說你想看一下整體的文字效果 你可以雙擊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會有這樣的感覺 如果想更改文字信息的話 你可以直接選擇文字 在這邊更改文字信息 在底下還可以更改很多文字的屬性 比如說文字的字形、大小、文字的顏色 這邊會有文字的預設 然後可以對它進行旋轉 調整它縮放 添加個背景、不透明度 這些都是能夠選擇的 接下來我們講一下轉場 轉場就是兩個畫面裡面 它的一個切換效果 比如說在這裡面 我有兩個畫面 如果沒有加入轉場 你可以看到 是一個非常深硬的切換 那麼我們可以選擇轉場選項 在左邊也是一樣 會有很多的分類各種選擇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個差數轉場 然後移動到這兩個畫面之間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就會添加一個這樣的標誌 代表轉場 然後我們可以來播放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會有一個這樣子的過度了 如果你覺得這轉場的速度比較慢 你可以把你鼠標移動到這邊 然後往裡面拉 當這個轉場的標誌越短的時候 就代表這轉場的速度是越快的 可以再來播放一下 你可以看到 這時候轉場的速度就更快了 接下來一個就是效果 在肥瓦裡面 你可以添加到畫面裡面很多種效果 比如說可以添加這個翻步效果 我直接把它拖入到我畫面上面 你可以看到就會有這樣的效果了 你也可以是雙擊預覽一下也是可以的 就可以看到會有這樣的效果 你可以在這邊預覽 覺得合適的話再選擇加入 對於這種效果的話 它也是一個塗層 你可以把它拖入到你想要覆蓋的位置上面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 這樣子我這覆蓋的畫面上面 都是有這樣的效果了 接下來就是濾鏡 它就是顏色的預設 能夠讓你快速的去顯示一個不一樣的效果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樣的濾鏡 先預覽一下 就可以看到會有這樣的感覺 或者是這個淺金色的濾鏡 就會有這樣的感覺了 而在左邊也是會有不同的分類的 我可以再看一下其他的濾鏡 比如說這個沙丘濾鏡 就是會有一個沙丘電影的感覺 或者是藍色風暴 你可以看到 就能夠快速的讓你影片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就會給你影片裡面去添加不一樣的顏色 然後你選了這個濾鏡之後 直接拖動 然後選擇你想要覆蓋畫面的位置 比如說覆蓋到這整個畫面上面 就可以看到 這個畫面上面就是都是這樣的顏色濾鏡了 下一個功能就是貼紙 這就是能夠讓你的畫面上面快速出現這樣的動畫 比如說我可以添加這個貓貓動畫 就可以看到它就會有個這樣的動畫了 想要加入進來的話 直接拖動 就可以看到我的畫面上面就有個這樣的動畫了 比如說你製作YouTube影片 你想要訂閱按鈕 你可以選擇訂閱的標誌 這裡面就有很多訂閱按鈕動畫了 比如說這個動畫 你可以看到就會有這樣的動畫 然後你可以雙擊去調整它大小 然後挪動它位置 比如說右下角 這樣就能夠非常方便的去添加個動畫了 假如說你不喜歡剛才的濾鏡效果 它的顏色你都不喜歡 你也可以是單獨的手動調整顏色的 來到右邊你可以選顏色 在這邊也是會有些預設的 然後在底下你可以單獨調節顏色 比如說可以調節它色溫 比如說把它變更冷一些 調節它色調 自然飽和度 調節它整體的飽和度 它的光效把它變得更亮一些 曝光度更大 然後對比度更大 然後底下還有很多的參數 你都是能夠手動調整的 這也是另外一種方法去調節你畫面顏色 在我們把影片製作完成之後 我們就可以選擇導出了 想導出需要選擇右上角導出選項 在這邊Fumura是能夠讓你去 快速的去上傳到YouTube上面 Tiktok上面 Vmo上面 或者是還有DVD的選項 但是我的建議就是 先導出到本地 去看一下整體導出的效果 如果都是很好的情況 再上傳到YouTube平台上面 在這邊有個輸出的設定 你可以選擇命名 保存到哪裡 它的預設 這邊默認就是符合專案設定 然後你的格式 要選擇MP4格式 然後你可以選擇導出的品質 這邊還有一些具體數據 解析度 它的幀率 所有都完成之後 就可以選擇導出了 關於Fumura的定價 它其實是一個比較實惠的經濟軟體了 它不僅能夠幫助你剪輯 同時它的內建素材庫也是非常豐富的 那麼它會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 是按照每個季度進行支付的 每個季度你需要支付30美金 你就可以使用Fumura裡面的所有的功能 然後導出的影片也是不會用水印的 或者是你可以按照年計劃支付 那麼它是更加實惠的 它是50美金一年 所有Fumura未來的更新都是有的 這個季度計劃 也是能夠讓你去享受所有外來更新的 然後這個有個80美金的計劃 也就是你可以買一段最新的Fumura 現在是Fumura 13 那麼Fumura 13的所有的更新 你都是能夠獲得的 如果你考慮長期的去使用Fumura 那麼這個計劃是最划算的 現在已經學會了 蘿去使用Fumura去剪輯影片了 我想知道蘿去提升你剪輯影片的速度 並且剪輯出更好看的影片 一定要去看這期影片 你會告訴你10個非常簡單的技巧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希望讓這部影片點個讚 也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來自更多關於剪輯內容 追蹤我的IG能夠和我共同互動 那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